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今天在這場記者會中主要要呼籲的是 國會自主跟庭建何事 林英雄先生開始禁食到目前為止 我們看到的是各種的政治算計 各種不清不楚的說法 想要來扭曲 或者甚至於想要掩蓋這個何事 政府想要繼續興建何事的這個議題 我們認為國民黨黨團的這個決議完全是玩文字遊戲 所以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很清楚我們聲明 目前現在府院他們所回應的老實說 跟以前沒有什麼兩樣 那他只是一個文字遊戲 我們國安當初建廠到現在一直用欺瞞詐欺的方式 回廠已經35年了 40年要除役 當時他跟我們講 蓋回藥廠的時候是25年除役 後來說40年 結果40年燃藥池已經爆滿了 在今年11月大休的時候 如果沒有移出他就要停機 結果騙我們要蓋幹事儲存 說是要除役 還讓我們看著他的除役計畫 結果 現在證實的就是為了要研議 他幹事儲存是要研議計畫 所以我們不要按這一次接下來我們關閉所有跟政府對談的窗口 我們呼籲全民 在426當天還有427遊行當天都能夠上街頭 一起吶喊人民的聲音 因為我們不知道核電廠除了留給下一代子孫 是什麼樣的核廢料跟糟糕的沒有辦法收拾的殘局 我們還要留意核電廠還有現在政府對孩子心靈上面的傷害 我們到底要給孩子什麼樣的教育 拜託全民一起上街頭 那我們一起呼喊我們的聲音 謝謝 我想昨天大家都有看到林雄先生的那封信 就是寫給馬英九先生的那封信 已經指出了就是說 做出庭建核四的決議 要求行政要求行政執行 這是立法院國會自主可以做的事情 還有呢修正公投法下修公投法門檻 還有這個庭建核四的特別條例公投特條例等等 這些都是屬於國會的職權本來就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今天主要的這個訴求就是呼籲國會自主庭建核四 我們很希望所有的立法委員都要能夠清楚一件事實 就是從頭到尾民間非常清楚的就只有說我們要挺建核四 甚至我們希望核一核二核三能夠更早的能夠被處一 我們都記得去年309反而猶新 那個時候民意非常高漲的時候有22萬人上街頭 在那之前江院長就為了想要化解民意 所以他提出了這個核四的鳥籠公投還有就安檢之後公投 現在呢我們看到民視任務進食行動在包含我們本週末 所有的民間團體都要上街頭了 這次後我們的政府又推出了這個遊戲了 他要講說現在要核四完工然後安檢然後再公投 其實這跟去年根本沒有兩樣 所以其實我們嚴重的質疑政府的誠意 我們曾經定下期限在昨天午夜之前 如果政府沒有有誠意的會議的話我們就要上凱道 所以今天我們就要再次重申明天4月26號下午4點 我們呼籲所有的全民我們一起來到凱照 我們要展開無限期的靜坐 靜坐守護我們的廢核決心 我們是要徹夜的靜坐 靜坐到禮拜天4月27號下午 我們要舉辦反核的大遊行 就是終結核電完全漁民的大遊行 我們再三的強調我們主張廢除核四 也要求核一核二核三長盡數處一 好我們喊一下口號 停見核四 停見核四 核一二三長盡數處一 核一二三長盡數處一 停見核四 核一二三長盡數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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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站在這裡 是在跟時間賽跑 因為有一個台灣的良心 一條珍貴的生命 正在靜坐絕食中 我們也在為搶救兩千三百萬人口的 剛剛總幹事說了 不只是這一代還有下一代的世代正義 一個無底洞的前坑核四拼裝車 竟然要動員這樣多的社會成本 那樣的文字遊戲大家一看就知道 他只是真的是為了拖延 為了要消化更多的預算 我們在做環境維護 在做社會教育 在做公民教育 我們努力了一百年 也抵不過一場意外中的核災 國會自主 停見核四 停見核四 國會自主 停見核四 各位應該還記得 在民國九十一年的時候 偷偷的在核二長盡所謂的低階的倉儲 那時候我們會長發動的挖土機 人民拿了大竹竿整個衝進去 我想這一次不會這麼簡單就放手 各位 我這邊要講一句話 核電是一個世代不正義的一個政策 也是不可以啟用的一個東西 你想想看 一支燃料棒用了四五年 替這一代人發了電之後 下一代的子孫要照顧他十萬年 你想想看 這個東西能用嗎 所以 我們呼籲 所有核一二三場的居民 不要讓所有人認為 核一二三場的居民都死光了 這二十七號我們發動參加這一場遊行 大家試試看 我們每個人開始拿黃絲帶 綁在立法院群城的這個圍牆之外 我們要求立法院看到這個全國 超過七成廢核的民意 跟民意站在一起 做出名字的這個歷史決議 把核四直接停建 或者呢 採取下修公投法 或者呢 是採取 就是推動 廢核 測試公投特別條例的這個行動 所謂自主 停建核四 停建核四